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当地时间周五凌晨一点半 北亚利桑那大学宿舍附近惊传枪响造成一死三伤 开枪的18岁大一新生琼斯随后遭警方逮捕 而同一天上午 南德州大学竟也传出枪声 南德州校园枪击事件共造成一死一伤 案发后校园全面封锁展开后续调查 而正当枪案发生之时 美国总统欧巴马才正要前往奥勒冈州 慰问社区大学死者家属 奥勒冈居民以抗议生迎接欧巴马 现场还有民众高举标语要欧巴马滚回去 但这些抗议人士竟然是不满欧巴马呼吁枪管 不少用枪人士认为枪击事件几乎都是枪手的心理问题 管制枪支无助于解决问题 而且民众根本不能自保 但反枪人士认为就是枪支腐烂 才会短短两个礼拜经传三起校园枪击 目前枪管议题已经让美国社会陷入分裂 记者陈嘉玲报道